虽然今天是星期假日 但是台中市政府前广场 却挤满了一两千个民众 把平常假日不上班的台中市政府 变得热闹滚滚 温情满人间 原来这是国际市职会300西万区 配合台中市政府关心弱势的政策 特别在2019年1月6号上午 举办一场真诚服务 让爱飞扬为主题的原游会 300西万区总监林殿上说 这一次在台湾总会 曹王芙蓉议长的协助之下 总共有73个市职会参与 摆设111个爱心摊位 除了捐款 还有捐赠两部高龄者行动式 巡回服务车给市政府 由台中市长卢秀燕代表 接受私友们的爱心付出 我们办爱心联合就拟击 我们所有私友 他家的和谐团结 更把我们私子会的精神发扬出去 给我们所有的私友也知道 我们私子会在做公益 只要有需要的地方 就有我们私友在 这也是我们国际私子会 能道主义的精神 林殿上总监 在我们组织这个 我们国际私子会 这样的一个园游会 哇 声势非常的浩大 而且很多很多的一些好朋友 也参与我们这个盛会 在上午的园游会活动一开始 就有一场各分区私子会干部进场仪式 随后许多善心的师兄私友 纷纷上台 敲响爱心罗 永跃捐款做公益 台中市长卢秀燕 立法委员严宽恒 以及即将上任的社会局长李允杰 也都亲自到场致辞 感谢300西万区对于社会的贡献 市长卢秀燕充满感恩的说 他相当肯定国际私子会 300西万区私友们 对于台中市政府的支持 卢秀燕也带领私子会干部 一起敲响爱心罗 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做爱心做公益 那我们也感谢我们要发挥社会的力量 那我们有很多的社团 他们非常的有爱心 所以今天市则会来讲 我为什么特别来参加他们的原油会 因为他们今天透过原油会的方式来募款 来募款 那然后呢要捐给社会 捐给市政府或者捐给社会上相关弱势的家庭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抛砖引玉的方式 大家一起伸出援手寒冬送暖 让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够过好年 所以我常常讲 最有爱心的是什么动物各位知道吗 就是狮子对不对 这样就是狮子 所以今天狮子会办理这个真诚服务 让爱追养这个活动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用公益创意 让全台湾开见台中的美丽 对不对 对 国际市职会300西万区总监林殿上表示 2019年开始 300西万区由杨碧珠秘书长带领内阁团队 以朝王芙蓉议长为领头羊 秉持帮助别人 就是成就自己的信念 发挥人道主义社区服务精神 集合大家的力量做公益 造福更多的人群 这场演员会也邀请许多表演团体 提供许多精彩的节目 让气氛轻松热闹 嗨到最高点 记者陈文旭 小友京台中报导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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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二》 heard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